新盤低開運墊,帶動樓市交投氣氛 累收908票 升升地產,以低同區二手尺價15%推出的元朗朗平單堂新盤雨後 作進行首輪銷售143貨 市場消息指,全日售出111貨 佔可售單位近八成,套現約6.6億元 項目一房及兩房戶最受客人歡迎 尤其是年輕買家及小家庭客人 一房,兩房單位售出逾88% 反映客人對中小營單位需求量大 當中更有持母之助,女兒首期入市上車 昨日,全港一手盤售出136貨 項目作在觀塘設售樓處開售 不設大手買家時段 發展商特意包了一間酒樓公准買家報到登記 而在等候選樓時可享用茶點 然後在旁邊一棟雙下的售樓處選樓 每位買家可扣入一至二貨單位 現場所見,不少准買家在報到登記時間之前 已到達酒樓等候 隨著報到時間愈來愈接近 現場氣氛更熱鬧 激近迫爆酒樓前台的等候空間 及後人樓逐步移師 至旁邊一棟雙下的售樓處 在等待上樓期間 亦偶已出現人籠 准買家之中不乏年輕家庭客 試次首輪推售143貨 全為標準分層戶 實用面積276至717平方尺 包括一至三房 折實價395.8萬至1201.1萬元 折實實尺13388至17044元 每組買家最多可扣二貨 現住元朗區的買家葉泰表示 今次是資助女兒首期上車 斥資500多萬元購入一伙一房單位 主要作女兒自用用途 心儀項目交通方便 配套良好 又指女兒正租留住 今次入市計劃聚造四成按揭 六成首期即遇三百萬 女兒負責供樓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表示 受惠財案寬減印花稅 小減辣 加上與後主打勢戶 入場費低 有剛性需求支持 而該行客人出席率達八成 以年輕人為主 大部分三十歲以下 亦有兩成投資收租客 美聯物業住宅部營運總監張子全表示 與後受惠於 北部都匯區發展 加上定價克制 受到不少年輕買家追捧 該行客人出席率 逾七成 在美聯客戶中 由於入場費吸引 有八成為用家 另外約兩成為長線投資客 料日後赤租可達約50元水平 回報率料逾三里 他有指 隨著經濟復償及全面通關後 整體樓市表現理想 世價樓置超級豪宅 亦不乏捧場客 又形容買家購買意欲高 市場承接力穩固 購買力持續釋放 與後位於元朗宏業西街21號 提供335貨 實用面積252-909方尺 預計今年12月31日入貨 其他貨美盤銷情亦理想 行基地產旗下同樣受惠 北部都匯區發展的粉嶺 北運Innervalley系列 作單日沽20貨 套現1億元 順治火中電合作 賀文田超級豪宅ST George's Mansion 作以1.2018億元售出四房大宅 單位為第一座20樓A單位 實用面積2141平方尺 四房商套大宅間隔 尺價56,133元 成交價及尺價 軍創項目標準戶新高 華貿集團位於 薄芙林碧麗軒複式單位 連車位透過招標 以1.08億元售出 中標單位為單位01 實用面積為2646平方尺 是碧麗軒面積最大的複式府底 屬四套房間隔 位於地下及一樓 連361平方尺私人花園 事實上 近月來各大發展商紛紛劈價 一至兩成賣流 大部分新盤首日銷情均不俗 陳永潔指出 近期新盤市場百花齊放 一手成交非常暢旺 自作日為止 3月以來一手盤已售出 逾1320伙 而美國已息在職 此場預測有機會不加息 對本港復償中的樓市有利 他認為中小型物業有剛需支持 發展商只要開價合理 消情便有保證 料本月一手成交可達3000宗 創六年半身高 貞稿 誇 後 誇